全球的投票大家好 我是冠同投顾为民谕 欢迎收看今天首相呼应 那今天目前时间是10点40分 那今天的台股大盘的表现 就是说以在昨天 包括像欧股美股 一样受到这个英国脱欧公投的一个激励 也有大增 变成说在这个整个影响 那也造就在昨天欧股美股都是形成一个同步的一个回档 当然的话 这个回档都已经回了第4天了 那变成说也引动到今天那个台股形成一个要开低的状况 那今天台股大盘早盘是一路开低之后有翻红 那后续又做个压回 我想到目前为止是小跌一个11点 那今天这个预估量只有一个718亿 我想这个都还是属于一个相对的无量 那尤其我方以这一波的这个台股大盘 恐怖来说我们早在从这个端午节连续下注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第一个交易日当天是形成一个要倒转环转的一个压回 那以礼拜一 这个台股大盘大跌一个179点 这个都已经是表态这一波的一个技术性反弹 从这个7999点一路涨到这个8754点 这一段的一个反弹已经宣告做一个段落 那比如说在礼拜一做个表态的一个 尤其是说它是形成一样倒转环转的一个压回 然后在礼拜一跌了一个179点 那跌179点不仅仅 包括一些整数关卡像8700 8600 都在礼拜一做到这样跌破 那这包括这六条均线当中短天期的一个均线 包括像5日NA跟10日NA 5日均线跟10日均线全面性也都在礼拜一做跌破 那这个跌破5日均 跌破10日均 这个已经代表一个含义就是说 这一波的一个台股大盘 不仅仅这个叫短线的一个 这个技术性反弹做个结束 那当然也预告这一波即将要展开一个 叫做短线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开始 跌破这个短天期的这个均线 那我想到了昨天延续到今天 昨天盘式是涨了一个39点 那目前是小跌一个17点 我想这个的一个形态就是说 通常在一个跌式的一个初期 跌式的初期它会形成一个叫做多头的一个抗拒 那这个盘会形成一个叫挣扎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延续到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 这个挣扎到了一段的一个程度之后 这个盘尤其说量能你都一直出不来的 这个攻击量带不出来这个档下 那这个盘你指手不攻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句话为了说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 不断跟各位做个强调 你指手不攻的一个结果 后续你紧接而来会看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所谓的一个叫中将溃败 中将溃败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我想过来说我们在之前上一波 在4S9号带各位去做个一路炫空 这一段期间各位你都记忆犹新 那从4S9号外来我们一路空到这个跌破8000点 这一段的压回700多点 那大盘跌压回一个700多点 我想这个跌幅也不够才8%多 那重点是说很多很多的个股 它是形成动辄三长四长的一个拉回弧度 我想这个还是要请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来做个密切的一个留意 那比如说到目前这一波的这个台股大盘 礼拜一做个宣告做个表态 短线上转空 短线上转空 那后续只要说 以这个季线的位置点 先前这个季线是落在8485点 那季线后续如果又不熟 又不熟的一个结果 它会形成一个叫做中线转空 那中线转空 这个又是一个表态 任何反弹都已经叫做接空点 任何反弹是接空点 那所以说我想既然礼拜一它短线 已经表态做个短线转空 那变成说我们的一个动作 有什么讯号 我们就该做我们该做的这个动作 我们从礼拜一开始 把这些短多单做个出清 然后开始进入到 这个短线的一个短空来做个因应 那短空因应后续 如果说这个季线都做个跌破 中线转空的一个后续 我们这些短空单不排除 会由一个短线的一个卷空单 会转换成一个叫做波段的一个空单 我想这个还是要听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做个密切留意 那尤其就是我们在之前那一段 就是CS9号这样一路从8700压回到破8000 这一段各位你不妨可以来看一下 像当初在4月9号 当天我们做个卷空开始 然后到隔天是跌了109点 跌了109点之后 他是做个表态 这整个一个月经线去做个跌破 那跌破后续经过连续5个交易日 5个交易日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盘它都是形成一个叫做 不到正乎30点的一个range 一个区间 在做一个指手不公的一个动作 在做一个以盘的一个形态 那变成说后续这个 这个挣扎晚了一个后续 紧接而来 就是这个跌势会做一个加速 那我想整理一个4天之后 后续联系4天 每天的一个跌幅都差不多 接近100点的一个跌幅 4天总共跌掉快接近400点 变成说这个就是展开另外一段 快速压回的那个过程 那我想引用到目前的 这一段的一个台湖大栏 目前在礼拜一做个表态 短线转空之后 目前我想大概差不多 还有一个礼拜三四天的时间 都会形成一个叫做抵抗 那这个抵抗抵抗到最后 你挡不住卖押的一个结果 紧接而来 就会是一段的一个叫做快速的一个押回 快速的一个押回 那所以我想就以这个操作策略的重点 魏老师我们在昨天前天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我们给各位三个操作做策略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你可以有跟着魏老师 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讯号 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做个避险卷空 那再来的话 你如果说你只习惯做多 不习惯做空的话 我想到现阶段 任何的一个盘势 不管涨不管跌 都有个股是涨的 都有个股是跌的 那这个你要透过一个 很高深的一个悬股的功力 那你只习惯做多的话 我们当的话还不建议各位 你的多单的这个部位 顶多控制在这个三层以内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你的操作策略你在之前 之前魏老师 我们在之前那个最后逃命 右肩反弹最后逃命那一段 这一段也谈了三百多点 我们在当时 当时不断每天告诉各位 你的一个套牢了一些持股 你务必要去做到这样 趁反弹去做卖出 这段你不算 这段快速做个压回 你也都看到一个很惨痛的一个教训 那比如说这段台武大法 又谈了七百多点我想 你到目前还有一些持股 还没有去做处理的话 好好趁这一段 目前都还在做一个 挣扎的这个整理的这个当下 好好针对你的持股做个处理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说 转折的一个判断 甚至包括像这个八大买卖讯号的一个 我们来决定我们的这个买卖点 那我想我以近期 吴老师我们从礼拜一卷空的一些个股 包括像2498的宏达店 我想这个都是基本面前态不好的一些个股 甚至包括像 3673的这个TVK 我连续几天就做一个压回 甚至包括像这个3406的这个郁金光 光这些个股我想后续等到它开始 这个盘式正式进入到快速拉回的那个时间点 就是为了说我们要带着各位 来做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更饮 来迎接后续的一个欢喜收割的一个时间点 那重点就是说 你在操作上很认为问题的投资朋友们 你都可以直接利用广告的一个电话 直接来跟我们做个洽询 甚至针对我们这个7月2号 我们这一场的这个实战 会员的这个实战教学课程 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直接来电 我来做个预约报名 好 那么今天节目告课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见